生命影响生命 欢迎跟着生命去旅行 我是借文 今天借文要访问的这一位呢 他说他是学生 但我们都喊他老师 我第一次认识他 我就是称他国英老师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姓什么 然后一直以来 长久以来我就觉得 我很难遇到一个女生 是如此理性的 这么理性的人 怎么会来认识主 是怎么样的理由 让他的生命有很多很多 很奇妙的就如同他教化学 是吧化学老师 是 化学看起来也是 都是直线思考的 好 那是什么样理由 让他的生命 有这么多的转弯呢 我觉得上帝比我们还认识我们 上帝太知道 因为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他太知道 怎么样来对我们说话 那他怎么带领这个化学老师呢 欢迎施国英老师 国英好 杰文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还以为你会说各位同学 我有转过来 当国中的 国中的理化老师 多久了 29年 很难想象 所以你大概很年轻 就学校毕业以后 就进入国中当老师 对 哇 教理化 那 我刚刚开始以前我问 国英老师啊 那个化学表怎么背啊 化学元素怎么背啊 其实 看起来教理化老师都是 很严肃的 或者是很严谨的 因为这个科学是 就是一板一眼的 没有什么感性的部分 你自己也会这样吗 因为就是比较多的规则性 我们会归纳 然后找逻辑 然后去分析 合理的就接受 不合理的开始找问题 然后找到问题之后 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 那如果不能解决的 就是再找下一个方法 那如果一直找不到 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不OK 这理论一定是错的 我不接受 我要换别的 就是这样 是 我遇到国英老师的时候 其实在我印象中 最深那个时候 刚好是我们教会 二十一天进食祷告 在我有印象里头 就是我们每年教会会办一次 全教会的二十一天进食祷告 而那一年的进食祷告的 我们都会有主轴 主轴并不是说 我们今年是为了复兴 或为什么不是 我们心里头 自己心里都会有一个主目标 或者是特别的期待 或者是自己的生命翻转 或者是某一个人 他能够经历神 那一年我发觉 我们好多 大家私下没有讲的 每个人心中都是希望 主啊 你来医治这个好可爱的小女生 那个时候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家的小公主 我有一个宝贝女儿 然后其实她从出生 一直是我心中很大的一个喜乐 不只是因为她长得很可爱 然后她各方面都不用我操心 她会把自己打点得很好 从她开始会梳头发 她就是自己绑头发 从来不要我碰她的头发 然后她的房间一定是有条不紋 她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要怎么打扮 全部都是自己来 哇 也是很理性 会跟你奶奶 很小的时候会 可是从她开始好像 一岁半开始去上幼稚园 一岁半 那时候就是会走 两岁半 她开始会走路啊 然后带着尿不去 她就发现说 同学没有人带尿布 第二天她就不带尿布 而且她就没有再尿过床 就是从来就不穿尿布 她就是一个自我要求 很严谨的孩子 是是是 对 所以也很完美主义啦 哦 对自己很严格 对 那那个时候 玉如她是什么样的情况 发现她自己的身体 发生了一些状况呢 其实是上国中之后 然后因为国中的课程 其实比国小就是难很多 对 所以她一下子 要去适应那个国中生活 我觉得她有一些潜在的压力 可是她又很好胜 很逞强 所以她大概不会跟我说 她有什么困难或问题 那所有的比赛她都 她都要参加 然后都要成能这样子 你是说国语文吗 田径哦 田径哦 对 或者是说 今天有球赛 各方面她其实 她都一定要参加 而且她非常喜欢跳舞 哦 所以她其实是 动静皆宜的孩子 是是是 对 然后静下来的 她的美术画画 学艺 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她跑步也很快 这样子 所以就各方面都很不错 但应该是有一次 可能在拔合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那个原因去受伤或怎么样 后来她就常常跟我讲说 她的手会痛 那我们也让她去治疗 去复健 对 以为是什么肌肉酸痛 对不对 大概一年 后来我有一天 看到她在球场上打球 投篮的时候 我发现她是用左手投篮 然后右手就是很没有力的捶下 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痛 要不然她一定会两手 卖力的痛 对 那一天我就非常难过 我跟神讲说 我愿意进食 就求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去医治这个孩子 对 因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对 能做的都做了 后来就一个礼拜之后的星期五 进食一个礼拜 我每天就在实验室 因为那年我刚好管理实验室 也没人吵我 我就每天都跟药品在一起 所以我中午可以不用吃饭 唱诗歌 然后祷告 结果就在那个礼拜五 神让我看到这个景象 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啊 可是后来就是 刚好有一个 玉如的老师 他就提醒我说 为什么不去大医院 做一点详细的检查 那我想这么小的小孩 怎么会有什么问题呢 对啊 对 而且他都很健康 对不对 对对对 上来都很健康 对对对 后来我就真的挂了台大 台大医院的肿瘤科 其实我那时候应该是 还不知道它是什么科 那但是他怎么叫我去 去就是骨科检查 可是我先生就是网路上面 就查查查 就挂到了一个医生 后来才知道说 它是骨肿瘤科的胸尾 对我记得玉如还是带着 穿着学校的制服 那天我们就临时请假 然后就赶快过去 一检查之后 医生说立刻办住院 因为他长了肿瘤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 但是医生就说不行 马上办住院 后来就开始住院 然后做检查 后来才知道说 因为他长了母细胞 母细胞肿瘤 就是软骨母细胞瘤 我前一阵子才刚好 在某一个医药的节目里 看到他们说 这个肿瘤 好发在青少年 而且是非常难对付的一种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有确认吗 是就是他做了一个检查 他就全身做了 很多很多的检查 最后医生说 其实在这中间 我们都很忐忑 然后还有一些住院医师 跟我们讲说 这个照起来就是不规则 那你听到不规则 就觉得他一定是矮吗 对 后来结果我们的主治医师 什么都没说 他说等切片出来再讲 后来切片出来的那一天早上 其实那时候 我对圣经一点都不熟 然后我也不知道 神会对我说什么话 可是他们都告诉我说 神一定会对你说话 那我说好吧 我圣经带着 那我今天就翻到什么 看神对我说什么话 结果我那一天被 七点半会知道结果 结果我看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错时间 我那时候觉得 就是七点半 其实那时候是六点半 整整提早一个小时 神让我起来 然后我就开始翻了 一翻出来 就是竹的骨头 一根都不折断 对 我想 神已经告诉我结果了 对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才知道说 因为软骨嘛 所以它一定是不规则 因为它是可以柔压的 对 对 它不是硬的 对 所以医生做了切片出来 告诉我说 它是软骨母细胞瘤 这是良心的 要刮除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手术 对 哇 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这个玉如那个时候 因为做这个手术 这个对她来说 哇 她那时候这么瘦啊 对 这没有做特别的特效 就本来就是 对 因为 其实你们注意到 她的左手跟右手的差别 对 不一样 她的右手是她手术过后 因为我们本来觉得说 她手术完以后就没事了 后来没想到最苦的是 后面那段时间 因为她必须开始做腹肩 可是孩子痛啊 手术完有痛 她不敢做腹肩 所以就沾黏 那沾黏之后 再做腹肩就更难 再拉开更难 每天都是哭着醒来 这边 对 就在关节 哦 关节上 关节上 对 所以就是很心疼 可是她因为很痛 所以她一只手 她就完全不敢动 那不动就是萎缩 所以你们就看到 一只手是吸的 一只手是出的 对 对 哇 对妈妈来说 从小公主 然后一路 这样 对 的过程 真的好心疼 但是她自己也不喊吧 她不喊苦 其实孩子不懂 她觉得说 我手术完有就好了 她都不说 然后她就是掉眼泪 然后她 但是她觉得就像吃药 生病吃完药之后 就会好了 没想到后面就是开始 很长一段时间的腹肩 所以我们从国医 开始带她看病嘛 就国医生国二的时候手术 然后就开始做腹肩 其实已经很痛苦 每天都是爬墙的时候 手爬墙 就是手指这样子 慢慢拉开 拉开那个骨头 哎呦 就是天天 天天掉眼泪做 然后醒着 哭着醒来 然后哭着睡着 对 然后觉得已经 没关系 让孩子稍微已经 比较适应了 结果第二年 我们再回去复诊 其实后来就是 每个月都要回去复诊 对 结果医生说 又长出来了 那时候我记得 我就坐在沙巴上面 然后打哭 问神说为什么 但是没有回应 对 于是我就顺服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 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确据就是 我觉得神要使用 我的女儿 他要搬转我们家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先生 很反对我去教会 那我每次都要跟他吵架 大吵以后 才可以去教会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如果我们家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以让我先生 或我们全家翻转的话 那我愿意像 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 我把我的女儿献上去 那或许我要一辈子照顾他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就是 服侍主 反正主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没有关系 然后所以第二年 他又去手术 手术完以后 一样再继续做复诊 又重来一遍 对 那个重来一遍 对小女生来说 她自己的心 除了身体以外 除了身体的痛 你怎么样陪伴她走过来呢 其实她都没有说她多难过 她只是默默地忍受 然后除了去看她的人都说 好可怜哦 这么漂亮的一个孩子 然后会不会手就这样 从此就残废了 对 然后就是讲的 一直都是她很可怜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 有机会带她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她孩子讲说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有很多跟你一样生病的人 他们没有这么多人的 这么多人疼她爱她 对 可是你有好多人爱你 要疼你 要整个教会在为你祷告 然后咕咕啊 然后所有的亲戚 大家都这样子宝贝你 像她咕咕天天就是住院的时候 天天去买那个 顶太风的鸡汤牛肉汤 没间断 哇 对 然后医生交代医生 医生是早中午都来看她 因为这个孩子就是长得漂亮 可爱 人人都喜欢她 对 就人人都喜欢 对 所以她觉得 虽然她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她跟很多人比起来 她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 是 是 对 所以其实她没有去抱怨 说怎么样 她只是觉得我要 对 这就是我要面对的 所以那个时候 玉如认识上帝了吗 她跟我去教会 但是她还没受洗 她的受洗是在高二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治疗 真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复发 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刚开始是每一个月回去 再来就是三个月 再来就是六个月 其实我们这一段过程一直到她大一 才结束 所以大概治疗了四五年一直在追踪 哇 对 然后医生跟我们讲必须要追踪 因为跟她有一样病的 哥哥 其实后来就骨癌过世 对 因为她会可能会变 是 所以我们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癌变的威胁 一直在我们家 好像是 我们不知道 那个地雷是不是 会真正引爆 还是那个 是亚旦 就是没事的 只是心里头就一直挂着 对 那不会觉得很 很有压力吗 日子过的 会啊 但是也就是这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依靠神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像有听说 爸爸特别心疼 对 但是因为男生 可能也不见得说出来 对 因为爸爸知道他 就是长流的时候 我记得 我就听到浴室传来 很大声的哭声 因为水流很大声 但是也掩盖不了我先生 在哭的声音 对 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孩子 然后他觉得 为什么这么可怜 这个孩子这么小 然后又是女生 以后怎么办 他的手这么不方便 对 后来 后来我常常去教会之后 他就没有阻止我 因为他觉得 我有神可以依靠 可是他没有 所以他变成要依靠我 那我去依靠神 然后他再依靠我 那我带玉如去看病的时候 他跟弟弟两个听说就在家里面 两个人抱着哭 都不敢在你们面前 特别不敢在玉如面前哭 对 后来弟弟也告诉我说 妈妈其实我也担心 我会不会长到跟姐姐一样 年纪的时候 我也长肿瘤 哇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内心的一些 对 只是没有说出来 小剧场是乱说出来的 但那个威胁 那个恐吓 其实我每次在你们身上都看不出来 因为国英老师永远就是笑眯眯的来 对 很多时候就是我为了鼓励孩子 所以我也鼓励我自己 对 还有我的沮丧其实很短 真的 我大概就是了不起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好像神就开始给我话 你不相信我吗 我爱你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 我要相信他 然后我知道他是利用这样子的环境 是 对 他要让我们家更好 所以这是我一直有的信心 对 所以玉如是在高儿的时候 他就有一天跟我讲 妈妈我要收洗 我说好 其实我也没问原因 因为我知道这种依靠 其实有时候说不出来 就是我知道我需要 所以他高中这三年 我觉得他就是慢慢清精神这样 然后他也慢慢开朗起来 对 虽然很多限制不能上 因为我们不能让他上体育课 因为他刮除之后 他的骨头就变得很薄 所以如果有撞击 很可能就会碎掉 然后换关节之后 就是要换人工关节 所以我们一直都对他很小心 所以他走路都要靠很扁扁 然后上课才能去上车厨 因为怕下课被撞断 撞断 哇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遗憾 看起来是不自由的 对 他说妈妈我来不及学钢琴 然后我可能已经不灵活了 但是我喜欢的跳舞 我也跳不到位了 然后我喜欢投的篮球 我各式各样的球类运动 我好像都不行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就是我好了以后 我一定要把握所有的机会 对 所以你们看到后来 他其实生命有很大的翻转 我们来看看他的照片 哇 对 这个是他后来到瑞士去读书 然后他后面有教练 他去跳滑翔衣 其实他还有很多的 这个是他高中的时候 就是学校有办的英国游学 那时候我们做附建一直很辛苦 可是他去做了这个游学 之后回来 我发现他的手变得很好 为什么呢 他说他每天推那个大学的门 而且他一定用右手去推 就这样推了两个礼拜回来之后 他的手神奇的 附建好了 附建好了 对 然后这次他后来就去国际志工 你看 多么健康 整个就是很开朗 然后长得胖胖的这样 他说妈妈那时候我最胖 但是我最快乐 然后这是环岛 骑脚踏车环岛 这中间其实还有撞到 但是他就觉得我就是要完成 看到孩子从那个 不断地问你 那我为什么这样 我为什么这样 其实妈妈都没有答案的 对 那你都怎么样跟他说 我说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上帝不会离开我们 那如果因为这样 我们全家信主 爸爸也开始依靠主 你愿意吗 他就点点头 所以刚刚你前面说了一点点 你说反正我的幸福就是 依靠主 那你先生放到哪里去了 对 其实因为我一直很理性 所以我很多软弱的时候 其实也不大有能真的安慰我 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在安慰别人 对 那你说的话 如果说不合逻辑 或者是没有一些缘由的 其实我不太接受 事情会变好的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好 你告诉我啊 对 所以我不太相信那种就是 没有办法去分析 或者是找原因说清楚的 是 你不要难过 为什么不难过 这件事情我就很难过 对 所以通常我先生就只能默默在旁边 因为不管他说什么 都立刻被分析了 然后一进入那个格子里 发觉 不合 纳走 对 所以其实他很清楚 就是他不能满足我 就是我需要的东西 只有神能够给我 所以后来我跟他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没有办法帮助我 为什么要阻止我去寻求上帝的帮助呢 或者他这句话 他真的没有办法 对 所以后来他就不阻止我 一直到现在 他现在就说 那你要去教会了吗 我载你去 几点我去接你回来 对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的关系就改变很多很多 是 对 我跟我先生其实很多的冲突是因为孩子 对 其实我们两个都很孩子气啦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很好玩 是 对 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快乐 但真正开始冲突就是孩子 开始接受教育了 国小 对 然后我两个孩子其实都很活泼 很爱冒险 很像我 就是 就是没有什么不敢的 你看他就知道 对 对 我儿子更是 就是常常都是国小一些什么新闻 报纸上面出来就是 请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 上面就是我儿子的照片 对 他会尝试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所以我一天到晚要被学校打电话去说 那个红柔妈妈 他现在在健康中心 怎么了 怎么了 哎呦 对 所以各式各样别人不会发生的事情 他都发生 他虽然不是化学老师 可是他很喜欢实验 对 而且身体力行 对 所以他们其实很像我 那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活泼 然后很喜欢尝试 那我觉得为什么不行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行 我不是是我怎么知道 我不行 但我先生是一个很小心的人 是 所以这样子的各种冒险 然后各种创新 给他带来很大的忧虑 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管教 经常都是在冲突 那我说你扼杀我孩子的创意 然后你把我的孩子脚本 对 他说你让我的孩子陷入危险 你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 一天到晚很多的状况 对 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冲突 是 但是 感谢主其实 欲如鸿如爸爸 他的生命也有经历过 主自己 对吗 特别在 是妹妹的生病的时候 对 其实我们后来关系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人生病 对 因为 一开始是因为我爸爸 我爸爸肝癌 我爸爸是一直 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他运动 音乐 教书 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他会倒 他55岁的时候肝癌 发现肝癌 对 可是他75岁的时候过世 所以这中间20年 他把自己保养得很好 他一样打球 乒乓球打得很好 游泳 然后乐器 教学生 各方面都很好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他会倒下去 可是后来就是有一次肝农养 然后住院台中荣总的医生跟他讲说 石先生我没有办法医治你了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你必须一直带着这个 就是农袋 对 带回家 好像有一个楼管这样可以排出来 对 那是我爸第一次觉得很无助 那其实我一直在跟爸爸传福音 然后他们都觉得说 没有必要 其实也很理性嘛 就是我们有病找医生 神能做什么呢 可是现在医生不能做什么 那就只好找神啊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爸爸我们试试看 就是我们刚好我的小组里面 有一个叫顺发老师 他的岳父是中医师 他跟我讲说 他医治过那个甘农养的人 他我说 爸爸那我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反正医生也说不行 那你要不要试试中医 他以前说中医 怎么可能 对 后来那一次就开始上来看 看完了以后 真的就是吃水药 所以他从陆港 一直上台北来 就这样来来回回 果真就治好了 所以他的农养完全好 对 所以当然在这医治的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需要很多的信心 是 所以如果有机会 我就带他去教会 然后请牧师为他祷告 对 对 那一段时间我们压力都很大 所以我们全家 就是当牧师祷告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全家都哭成一段 因为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用 明天会怎么样 对 不知道 对 后来等到干了的时候 我爸爸就非常的高兴 所以他再来也就不觉得说 好 那么排斥我的信仰 他也觉得说 有很多人在为他祷告 其实那时候真的每次祷告会 就是全部的人 就是一直为我爸爸祷告 对 对 为爸爸祷告 对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 真正感觉到说 什么是一个肢体 然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爸爸就是大家的爸爸 然后他们就是我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什么话都可以跟他们说 对 所以到后来我们就从为爸爸祷告 变成为媳妹妈妈祷告 对 后来爸爸就这样子很 我觉得神很恩宠他 因为刚才其实 我听到的就是附水很严重 对 大部分后面都会附水很严重的 对 而且吐血而死 然后我也有很多抢救 对 结果其实爸爸后来在过世前两个礼拜 他终于答应收洗 那一天我记得是晚上九点 然后我爸爸突然不能讲话 然后他跟我视讯 但是他啊啊啊说不出话来 整个脸是黑的 我说爸爸你等我 你要受洗吗 我请牧师过去 因为我觉得那一天他会不会就走了 所以我就立刻去接了牧师 我们就九点开到台中十一点 那我就问爸爸说要不要受洗 然后爸爸点头 然后受洗完以后 第二天我们就是准备张立色 要办最后的结果 就我爸爸坐起来 然后手写字 歪歪写写 我们也看不懂是什么 后来叫我妈妈来看 我妈妈说 她说她要出院啦 后来我们就 因为她觉得 收洗啦 上帝一致啦 所以她好单纯的信心就是 OK啦 都已经处理好了 还坐在这里干什么 对 然后我们就真的出院了 真的 对 其实那时候她已经舌头都掉进去 没办法吃任何东西 连喝水 吞口水都有困难 就她坐起来回家之后 我妈妈就拿了一个小杯子 里面泡了一点补体素给她喝 我爸很生气地拨开 我妈妈想不通 后来才明白我爸要大杯的 哇 对所以那阵子她的信心就是这么大 哇 好棒好棒 所以她虽然是刚刚收洗 但她里面不是baby 对 她里面是一个大胃 对 对 那对妈妈来说一定也有影响 因为爸爸的信心也会鼓励了妈妈咯 对 其实妈妈看到爸爸这样是觉得很特别 就是说怎么会真的就这样翻转 因为她认识你爸爸嘛 她太知道她了 怎么可能这么理性的 对 对对 不过这段时间这两个礼拜里面 就是很多的亲友来看 像我们的基督徒 远亲 现在都回来 她会很高兴我爸收起了 对啊 对 然后就很多人来看她 然后我们也对她道爱道谢 就是道别这样子 然后可是两个礼拜之后 爸爸还是走了 那妈妈就觉得说 那不是应该就要让她好起来吗 所以其实妈妈的想法 也是合理 对 所以她那时候后来她就跟我讲说 她觉得我爸爸是被我骗了 然后她那时候不得不 所以要收起 所以其实妈妈很刚毅 对 那一直到告别室完之后 妈妈一直都是这样 她继续拜她的 然后她也跟我讲说 你不要跟我传福音 那是爸爸才会听你的 我不会 对 后来妈妈就是 过了一年多 就是没有爸爸陪伴的时间 对 然后有一天她就说 最近朋友都说 她好像变瘦了 可是她觉得她的肚子 怎么越来越大 对 所以她就决定自己 我妈妈其实也很独立 也很理性 她就自己去台中 融融做了检查 是 对 那一天晚上 她知道她的结果是卵巢癌 她先跟我弟弟讲 我弟弟告诉我之后 我们打回去 因为我们觉得这时候 她一定非常的孤单 对 结果我妈妈就是那个晚上 很大很大的崩溃大苦 她不明白说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在身上 因为她觉得疾病 一定是有原因 很可能是她犯了什么错 犯了什么罪 可是她觉得她做了很多 善事 捐了很多钱 任养很多的小朋友 她能做的都做了 然后尽了很多的本分 所以她不明白 她为什么生这样子的病 对 所以很多疑问 那后来妈妈才告诉我 说其实她隔天 她就跑去拜拜 然后问神 结果那天怎么点 她的那个箱都点不起来 然后箱子 就是纸钱也烧不起来 她知道她的神 她说她的神离其他了 对 我想这个就是 其实神用很多方法去带她 因为她跟我讲说 你不要跟我说你的神 如果我知道她是真的 我不用你讲 我会信 但是如果你一直说 那是你的神 不是我的神 对 我记得 我记得国瑜老师那时候 有写给我们说 请为妈妈祷告 因为她是这样说 她这样说 看起来 哇 妈妈理性一点都不下于爸爸 一点都不输于爸爸 对 他们两个其实都很理性 所以我很难不理性 对 所以后来是 她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带她 然后尽力神 当然在这整个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就开始陪伴她 是 我知道所有的 不管是寒暑假的时间 有假的 或者是周间 只要有空 没课 你立刻就跑到台中是吗 然后就回台中陪妈妈 对 在这个陪伴过程中呢 你怎么样 让妈妈一点一滴 其实 并不是因为 那是你说的 而是她真正经历了 对不对 对 因为后来她就告诉我说 有一天 其实手术完了之后 然后有一天 她就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没有带牧师 来帮我收习 我说你从来没有告诉我 你相信主啊 她说你看 你都传福音给你的小姑 然后她都收习了 可是为什么 你没有带她来 我说 如果要我当然可以 所以我就跟牧师说了 后来那天 她就在医院 其实手术完了之后 没多久 还没出院的时候 她就在医院收习 对 然后那时候是 妈妈第一次 真的是真心的 真心的顺服 是 她觉得上帝救了她 后来她告诉我们 她的见证就是 她在手术的时候 进手术房之前 她在麻醉 睡过去之前 她说 她觉得天使就围着她的床 然后她以前都叫 她以前都呼喊那个佛号 结果她那天 进来大叫耶稣救我 然后她就睡着了 她说她睡着 那瞬间她知道天使 围满了她的床 所以她出月 出 醒过来 第一句话说 鬼你是不是在外面 一直祷告 我说对啊 你手术七个小时 我没停过 她说因为天使 就围在我身边 我知道上帝救了我 所以我要休息 哇 所以这是我经历的 没有人教我 我不是因为听你的 我不是因为听你的 我才休息 她非常坚持 对 你看上帝太认识我们了 对 即便这么理性 她自然有方法来带着我们 去经历 带着妈妈经历 一直到 妈妈最后回到天父爸爸那里 我觉得这一路 真的 其实西妹妈妈的见证 如果我们要单独做一集 请所有接触她的人 真的可以看见她生命的改变 她生命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人会有 活到某个岁数 我们渐渐有一些自己所谓的脾气 个性或者是我们遭遇了一些事 所以我们会有某些的态度或者是特质 可是我发觉西妹妈妈到后面就越来越不一样 越来越不一样 每次都从国音的见证分享里面 看到西妹妈妈越来越喜乐 然后越来越可爱 虽然她本来就很可爱 她本来是很优雅的老师 其实我妈妈本来就是不太示弱 然后因为她都在教训别人 然后她也在鼓励别人 她也是老师吗 对 她是国小老师 对 所以她很少就是示弱 那当然在她生病的时候 她原来的样子就都出来了 是 那痛苦就哭 然后不满 她就发泄 所以她很多身体的不适 就是会发泄在照顾她的人身上 所以她中间经历了很多照顾她的人 我表姐啦 我啦 然后请备用啦 对 然后到弟妹家去住啦 所以跟很多人很多的冲突 对 所以这些其实是因为妈妈很强调对错 是 她是很分析型的 就是有神的公益圣洁 对 所以她所有看不惯的事情她都要说 但是她最后还是从那个善恶术走向了生命术 我知道在最后妈妈跟所有的人都和好 我觉得和好是人的成长一辈子 何谓成长 我觉得就是一辈子跟自己和好 也跟上帝和好的一个过程 因为人最难搞的都是自己 最难搞定的 其实不是别人也不是环境 而是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跟自己打架 我跟自己拉扯 而在病痛的时候 我们更是会比较任性 就把我们自己的原来那样 都显出来 但神仍然知道怎么陪伴她 对 所以妈妈最后最害怕 她说 国瑜其实我不怕死亡 我害怕那个过程 很不堪 因为她照顾爸爸 所以会有需要别人照顾 所以她很担心自己落入不堪 我说妈妈我们跟上帝祷告 因为你是这么优雅的人 你一定不希望这些不堪在很多人面前 所以最后她选择去安宁病房 神对她非常好 就是安宁病房的医师 对她非常的尊重 然后也虚寒问暖 可以跟她聊天聊半个小时 然后那边的护士也跟她很好 然后记得护士跟我讲说 张老师进来的时候 他就先问我你是谁 然后你是护理长吗 然后你上面还没有比你大的人 你下面管几个人 就是问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觉得是上司来的那种感觉 感觉大主管出现了 对对对 可是最后我妈妈离开的时候 其实她说妈妈 好大的改变 好奇妙哦 怎么到最后变得这么慈祥 这么怜悯 然后就是跟每一个人谢谢 然后觉得自己很幸福 所以甚至到最后妈妈 已经可以为他们祝福祷告 妈妈为来陪伴她的 来照顾她的这些护理人员 祝福祷告 对 哇 真的好大的反转 对刚开始他们都很害怕妈妈 对觉得张老师来了 被检查 对对对 对 就是护士要求说 那张老师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妈妈说当然可以 然后其实她那个时候 是最后一次讲话了 因为她后来都没有力气了 她就祝福护士 他们一家都能够平安 然后孩子都能够有 很好的长进 哇 好美哦 好美的 对 因为这中间过程就是 有教会的牧师啊 或者是弟兄姐妹去看她 然后她跟牧师讲说 我不知道我这残破的身体 我能够为主做什么 我说她说希望神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我觉得受了很多神的恩 可是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主做 那牧师说可以啊 你就为主为主为别人祷告 传福音就好了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她其实是很乖的孩子 她也是好学生 对 发下了功课 我一定要做到 对 对 我今天邀国英来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问国英说 国英 我们今天这一集应该有一个题目哦 然后国英老师说 对 上帝亲自当我的老师 是 所以虽然你自己的身份是老师 又是学生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你生命中 你不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 感觉得出来爸爸妈妈这么理性 然后是什么理由让你接触了这个福音呢 对 刚开始我其实是认真对主 是因为孩子嘛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问题 我都可以想办法去解决 说真的那时候很骄傲 觉得只有自己不想做的事 没有做不到的事 哇 对 然后后来是因为孩子生病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那么无助 没有我能够帮孩子 解决的 解决的方法 也没有办法代替的 对 所以那时候我心非常的痛 那时候我开始对神认真 我问神说我能够做什么 我要学什么 我才能够帮助我的孩子 对 所以其实我这整个过程里面 都是因为我很爱我的家人 爱我的孩子 爱我的爸爸 爱我的妈妈 爱我的弟弟 我一直想如果我能够做些什么 学些什么 我都愿意 只要我能够让他们健康 让他们快乐 好像有一点像交换那样子 对 刚开始这种心情 对 你教我怎么做 对 我都愿意学 学祷告 读经 上所有的课 能够服事 能够做的所有的事情 上什么课我都学 对 只要我能够做的 你都让我做 对 所以 这是我一开始的 这些动机 是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神没有要我 为他做些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 你为他做什么 对 所以他就开始教我 教我的是 我怎么去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爱 对 像 从陪伴妈妈 跟爸爸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爱有很多种形式 对 有的人需要礼物 有的人需要陪伴 有的人需要倾听 有的人就是需要讲 一些道理 或真理给他听 对 我发现其实 当你在给爱的时候 真的是因人而已 所以神就装备了 我各式各样的能力 对 那对女儿的话 其实我给她很多的 接纳跟包容跟等待 对 那我以前可能会像 希望说她有一些成就 对 可是她生病了之后 我就觉得 主啊 她健康就好 她快乐就好了 对 不要再离开她就好了 对 所以不管她做什么 我都很感恩 都很开心 对 可是我觉得神就是 真的很知道我需要什么 所以这个孩子 只要一直在我身边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幸福 不管她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陪伴爸爸的 那个过程里面 因为爸爸从很强 到变很弱 其实神也翻转了 我很多的价值观 没有人永远都是强的 对 所以我以前倚靠的山 其实现在已经到了 对 我知道我倚靠的 不能再是人 所以我就学习倚靠神 对 所以从相信 相信这个福音 接受这个福音 到试着倚靠 对不对 或者说 那时候没选择 只好倚靠 到后来 你认识更多了 明白更多 然后 真的决定倚靠 而决定倚靠的时候 其实那个考卷 并没有停止 对 一张一张继续来 对 其实神继续的带领我 很多的 还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我知道说 我原来上帝给我的一些能力 其实我都在 可是我觉得现在被训练成 就是当神说 好 你现在用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才用 可以忍住不用 等神说 那甚至你很多话 你可以立刻说出来 但是我可以忍住 等神说 所以我觉得学习降服 哇 这个功课好不容易哦 对 你知道做老师 很不容易 我们有一些本能的 那个不是故意的 对不对 那个字一拿出来 错 那个错字会跳出来的 好像有一个圈 这样空住 但有些时候 你看到别人的错 也是好明显的 甚至你要故意忽略 或转头不看 都很难 对不对 真的 但是神却教你 什么时候要忍住 对 对 或者是用适合他们的方式 或者是 后来变成是一个态度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跟他说 当你是爱他 保护他 希望他更好 或者是 甚至你不说 他会觉得被爱 那我就不说 哇 这个功课就更不容易了 更不容易 对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好神我愿意 因为我觉得 所有的能力 都是你给我的 那我觉得 我要经过你的许可 当圣灵批准了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 就可以拿出来用 就OK了 对 那才会是你要我做的 是 国英在学校 当了这么多年老时 不断迎接那些 小毛头从国校 升上来一直到国中 这个很多人说 孩子最大的转变期 是在这个年纪 那除了教导之外呢 你是不是也 给我们一些妈妈们 特别孩子在国中 这个阶段的妈妈们 我们该怎么样 如果他又是男生 又很理性 我们该怎么样 来跟他们相处 其实我觉得 就是要看懂他们 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 所以有时候 他故意很皮 其实他就是要你 去注意他 对 但是有一些孩子 他完全不被你 不被你注意 对 其实那是他们的保护色 因为他们私底下 可以做很多事 你都不会觉得 是他们做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要看懂每一个孩子 然后注意很多 他细微的一些动作 所以有时候惹事的孩子 其实是容易了解的 不惹事的才麻烦 我想因为这一集 访问国英老师 一定会有你的学生 不小心Google搜寻到 要不要最后 请国英老师 对你的学生们 说几句话 亲爱的孩子们 国英老师可能 在带你们的过程里面 不是很了解你 有时候是误解你 但是我知道 你们都是上帝 创造美好的孩子 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上帝 给你的属性 所以多多发展 你的优点 当你的优点 能够受到一些 管教的时候 其实你的缺点 就不出来了 那如果你是一个 冒险的孩子 那你就有勇敢的特质 如果你是一个 分析的孩子 那你就是比较冷静 如果你是一个 亲切的孩子 那你就是 热于关心别人 那如果你是一个 表达的孩子 你就是愿意去 主动地照顾别人 然后告诉别人 你的想法 所以不管怎么样的个性 国英老师都跟你说 你就是上帝 美好的创造 真的 我们都是上帝 美好的创造 我知道今年 国英老师在 年初的时候 上帝给了你一句话 我们用最后这句话 来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 好吗 这是我抽到的 金句红包 在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七节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比较领袖型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 我就会自己往前冲 但我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会注意到 我得胜有余了 对 因为我喜欢赢嘛 但是我知道 今年让我看到的是 靠着爱我们的主 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是靠着主 靠着恩典 所以我得胜 因此这一条 学习的路上 学到最多的 不是规定 而是爱 对 开始学习 怎么去爱人 也被爱 对 对 非常谢谢 国英老师 那我们 期待有一天 能够访问到 你的女儿 跟儿子 听说他们身上 有好多好多 他们的恩典 那要他们自己讲 对不对 好 先跟大家说拜拜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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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